一 二 三 OK 列車進站 停靠月臺 民眾紛紛拿起手機搶拍 因為這列火車堪稱移動博物館 是臺鐵國寶級的總統花車 一九六七年完工的總統花車 一九九一年曾經載過前總統李登輝 就連前總統顏家幹也搭過 臺鐵特別復刻當年編組 一兩輛彩電機車頭牽引電源車 三輛菊光號車廂 總統花車及客廳車 退出專案行程 連當年載過立遷總統的司機員 也來體驗 我現在是在回憶一下 當時的情形而已 有很多的回憶在車上嗎 對 當時是當司機員 現在當乘客 不一樣 搭上列車仿佛走進時光隧道 車內裝潢氣派 有沙發 臥室還有床鋪 十月開始一連兩個月 以郵輪式列車仿式上路 搭配古早味火車大菜便當 載運遊客暢遊滑東地區 因為我在日本的網路上看到他有 義友網舉辦總統花車 而且這個是李登輝總統只坐過一次 所以我就很嚮往 其實這台車子從以前1991年 李前總統搭過以後就從來就沒有問世過 所以一般民眾也不用說 也沒有參觀他的機會 特別從日本遠到而來 就是為了一睹這台移動博物館的風采 總統花車十月份總共有四列次行駛在花林區間 十一月則會有八列次從台東開到瑞穗 鐵道迷賞朝聖得把握機會 靜新聞 旅傳民禮貌物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